复兴航空四号坠机事件死伤惨重 让许多游客纷纷选择退票 而复兴航空在花莲的华信航空代办处 虽然还有职员上班 但却不见打击旅客 这是因为复兴航空从七号开始 配合民航局要求 全数ATR机队71位驾驶员 将分批由民航局及第三方专业单位 重新执行试执行考验 预计进行四天 复兴航空因此取消三天共90航班 包括飞往金门、马祖与花莲等班机 花莲航站代理主任许云祖表示 目前就只能静待及时考验结束 在市情况逐渐恢复班次 春节将至面对空运供需大幅缩减 台铁要如何分摊游客跟民众 往返交通疏运 花莲站长赖东正认为 以假日旅客量计算 花莲往返台北大约有1万5000人左右 飞机停飞后也顶多再增加大约300人左右 表示影响并不大 虽然台铁花莲站跟花莲航空站对旅客输运顺畅度有信心 但春节期间旅客运输量会不会受到冲击 还是要看及时考核结果 如果及时有人考核不过 因此停飞将会造成人力增减 航班调度还是有可能受到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